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是美金在上星期五反弹 加上今星期也有一些消息和数据在等出台 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观望的态度 是的 因为除了美金反弹之外 其实今星期有三个消息对港股比较有一个重要影响 包括AIA招股吸了市场不少资金 另一方面就是内地星期四公布的重要数据 市场在观望经济增长和通胀方面情况是如何 比较多方面来看也有些所谓领先经济指标 还有对于未来一季或者未来下个月 或者今个月的两化指标宽松的政策 会不会继续加码这件事都相当之重要 还有现在市场都在说 二万四千点到底能不能够突破在今个星期 Ronald 你又怎样看 我相信今个星期头包括今日来说 基本上都会出现所谓比较明显的调整 因为始终来说市场累積升幅比较多 但是去到星期四和星期五 当内地或者美国的经济指标 如果真的符合市场预期的话 甚至是有少许突破的话 我相信股市来说 都会有新一轮经济上升的动力 但是当然这几天可能会有观望情绪 会比较浓厚一些 大家可以留意着 因为内地在星期四就会公布CPI 现在市场上就说通胀是3.5% 至到3.6% Ronald 你觉得符合预期的机会会高一点 我相信九月份来说 单元来说CPI应该比八月份高 但是这个市场也是预期了 因为食品因素和系列因素 只要或者是从国家组计局的口中 知道如果去到第四季度 如果有回落的话 我相信这个是市场上是比较希望听到的讯息 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 对港股或者对股市来说 应该是一个较为正面的推动作 如果除了内地的经济数据之外 今个星期我们的焦点还有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要留意一下 现在市场上升了这么多 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 美国觉得会继续推移受惠量化 宽松政策 今个星期美国相关关注备局 或者言论来说都可能会透露到相关的情况 这也是市场上有关注的重点 还有五中全会今天闭幕 可能当中我们也有一些办法可以留意 是否给到一些消息 我们去留意一下 五中全会基本上今天闭幕 市场其实都是教委体重 就是说当中会不会透露到 十二五计划的所谓先机 这件事不外乎就是 新能源、新材料 或者是跟和谐社会建设方面 将西部方面如何去建设得更加好 这个当然是对建材 或者是相关的股份来说 会有个基建类股份来说 都有个较大的刺激作用 不如跟着我们讲一下AIA招股 因为这个一定是今个星期的焦点 见到AIA集资过千亿 今天开始就招股了 招股价介乎18.38至19.68 每200股入场费是3975元 29日就上市 现在就说它国际配售的部分 反应相当热烈 可能提前两日折非 如果这样看AIA 我们这个散户 又能否投资得过 其实我和你这些基金经理也有谈过 他们普遍来说 觉得这个AIA 所谓PB 即是市场率来说 大家两倍来说 都是相对合理的 加上现在的资金那么充裕来说 的确是觉得它有个价位 即是有个吸引力 可以作为长线投资 不过投资散户 或者散户方面来看 基本上都要留意 始终这个比较超大型新股 它上市之后的表现 我觉得都会比较平稳一点 投资者就不要想着 有一个很短线的立场去看 去炒作 中长线可以考虑 如果这样看 另外又想问另一只新股 就是四环药业 我想Warno你都知道 四环药业有一些新闻 令到它现在很红 就是我们的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就说他偷步入股 虽然已经澄清了一件事 就说温云松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没有在新天域里面做 但是这个消息 现在就继续令到四环就很红了 成为了我们的讨论焦点 看到四环其实现在在招股 招股价介乎3.8.8至4.6港元 发行12亿5000万股新股 28号就挂牌了 如果这样看 四环这个新股 到底我们有否投资得过 其实四环作为医疗股份 或者医药类相关股份 其实都与内地医疗改革 还有十二五里面 其实关注民生方面来看 医疗都是一个重点的目标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其实四环 就算有些早前策略投资者的新闻之外 其实就不影响它的投资价值 不过投资类股份来说 亦都要留意 就是说参加早前上市的 一个部分的股份来说 波动性都是较强 但是整体而言 都是向上的动力都是较大的 而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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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